我大概在去年就是十月的時候 我在唸那個超自然學校一年級的時候 我們開始唸一本書叫做《經歷父神的擁抱》 那我剛開始唸的時候就覺得還好嘛 可是唸到第三章的時候 我開始覺得就很神奇 因為我覺得書好像 就是覺得它在騙人 因為我印象中爸爸的形象不是書上講的 很溫柔很慈祥 而且很鼓勵安慰造就我 所以我就直接把書摔在書桌上 然後我沒辦法繼續唸完 然後學校的輔導 他就幫我簽那個SOZO的申請旗艦 然後去被服侍 然後服侍我的人 對對 旗艦 然後服侍我的人跟我聊完天之後 他就把我帶到就是 我在媽媽肚子的時候 還有我五歲很不開心的時候 然後他問我那時候的感覺和想法 我說我覺得很不被歡迎 然後很孤單都沒有人陪我玩 而且爸爸很兇我很害怕 接下來服侍人就帶領我 分別邀請耶穌聖靈 還有阿爸天父 他要我看和聽神 當時對我說了和做了什麼 我說我看到耶穌幫我接身 抱著我跟我說 他很愛我 我覺得我是被歡迎的 然後我看見聖靈 變成像愛心的形狀 是彩虹的顏色 然後他等我開心 我覺得很好玩 有人陪我玩 一點也不孤單 然後印象比較深刻就是 當耶穌他抱著小孩子我的時候 然後我看到超級大的阿爸天父 他用很長很巨大的手 他就幫我們抱起來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看著阿爸天父 我覺得有一點陌生 可是我知道我被保護 然後我是被疼愛的 而且他一點也不兇 然後被複製完之後 其實很神奇 那時候我對就是 父親權柄的憤怒和苦獨 那時候不見了 然後裡面的空虛好像 就是有東西被就是被填滿了 然後我覺得我的生命 覺得很充實很滿足 而且我有前所未有的平安 然後我開始喔 在平常的敬拜禱告 或是上課的時候 我進來可以感受到 就是所謂神有父親的屬性 然後我可以開始跟父親有活動 我很驚訝 因為是我以前努力很久 可是我都沒有辦法經歷的 然後另外一個突破是 就是服侍的人知道 我們家是拜偶像的 然後他說他為 就是為這件事來禱告 然後其實那時候 我一直有一個很困擾我的軟弱 可是我禱告很久 請別人幫我禱告 就是都沒有辦法 都沒有用 所以我裡面一直覺得 就很丟臉 有一個很羞恥的感覺 可是那時候服侍的時候 他說他很清楚的 從神那邊領受到 我們的家族有一個貪婪的靈 然後他針對這個 他就帶我做悔改的禱告 然後他也捆綁那個貪婪的靈 然後被服侍完之後 就是超神奇的 我突然變得很輕鬆 然後我回家之後 我發現就是 那個每天困擾我軟弱 他就離開我了 然後我心裡面 羞恥的感覺也不見了 雖然就是之後 就是那個軟弱 還是有在來找我 可是我可以 很容易的就審過他 所以我覺得 收受我服侍真的很棒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參加 這一次的訓練